虽然事情大哥刚一语道破说 油价到200美元是不可能的 但短期之内确实通膨都还会持续影响 是大家的生活包括在投资的面向 所以如果说这一次 那通膨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在能源的话 我们可以从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寻找机会吗 OK的确没有错 其实我们要在通膨的时代去做投资的话 我们要先厘清到底是什么事情造成通膨 还有通膨会有引发哪些需求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次其实 我们要先厘清的这个原因总共三个 第一个是通膨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第二个是它到底会引发哪些需求 第三个就是我们针对这些原因跟引发的需求 我们去找商机嘛 好那我们看下一张字卡 这个我们这一次通膨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就是缺电 不管你是缺煤还是缺天然气 或者像英国它是缺风力 所以它风力发电不够 总之就是缺电 所以你就去找能发电的东西 这个产业大概就会是焦点所在嘛 那我们当然看到太阳能像是联合再生 像是安吉 像是茂迪 特别是我为什么把太阳能排第一个 因为太阳能是最快的嘛 你装几个这个太阳能板 然后弄个变电器 大概加加户户就可以去用了 所以太阳能是最快的 那第二个当然是风力发电 那这也是我们政府一直在 推动了这个离岸风力发电 所以我们看到像世纪钢还有上尾头供 跟永怪这些投资朋友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再来你发了电以后 最好要赶快把电储存起来嘛 所以我们看到像康书像系统电 像大同当然大同本身还有其他的题材 所以这些投资朋友就可以去注意一下 那另外跟电池相关 为什么跟电池相关 所谓的除能系统 其实就是讲白了就是蓄电池而已嘛 那蓄电池 电池里面的概念股 像是中碳 像是顺达 还有新浦 投资朋友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整个啊 从发电到储存电 甚至电源管理 我们这边有一张图啊 给投资朋友大概看一下 这是这个国票投资固提供的 在这个工程的部分 我们看到东元中兴电 当然今天中兴电有一个利空新闻 他牵测到这个云爆装甲车的底盘 这个事情所以被打到跌停 那这可能会影响他以后拿到政府标案的 这个情况嘛 所以这个中兴电 大家投资朋友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暂时不要去买这样的股票 手上有的呢 手上如果有的呢 手上如果有的话 我认为这个利空应该也不会持续太久了 所以就是说暂时先爆一下没有关系 但是加码不要啦 那再像雅力啊像华晨锋利发电 那台气电比较特殊 他有做所谓的气电共生 讲白的就是用早气去发电 这蛮特殊的 那还有台达电 那另外像这个 除能部分啊这个 磷酸离铁这些材料就是中炭跟利侃 那电池我们刚才讲的像顺达 新浦 加柏玉 天宇 这些电池相关股也可以去留意 那另外像这个在 储能的部分啊 东元老牌的东元 大雅 炎华 华丽跟广定 这些投资朋友就 就大概看一下 那其他部分啊这个有管理电源的 像台达电 那最后就是有智慧电网的中兴电 中兴电我们讲说先听看听一下 那大雅 华丞 甚至这个康书 大同 投资朋友将来在这个做除能概念股 或者是这个绿能产业的话 其实都可以从这边去琢磨 那再来我们讲到 通膨会引发什么需求 那我们就看下一个字卡 我们就整理出来给大家简单几个族群 首先钢铁像是叶辉中钢 特别叶辉他还有这个南部的 益大集团的土地资产题材 这也可以留意一下 那中钢当然是这个获利越来越稳定 这我们也可以做长期的投资 那塑化的部分呢有国桥 有台塑化 那刚才这个智翔兄说的 这个东联做抗动计 其实投资朋友也可以去留意 那纺织的部分因为今年会冷的早 而且也会特别冷 所以像如虹 巨阳 这些纺织股 当然也可以去做琢磨 那另外我们看到下面的 还有铜的概念股 因为铜其实也是一种基本的金属 所以像第一铜金居 甚至今天连新闻还说 连铝跟铭这种电动车会用到的 合金也开始涨了 所以铝跟铭相关的股票 像是红准还有 所谓的像这档叫华府 大家都可以去琢磨一下 注意一下 那最后啊 当然这些所谓的农粮概念股 因为天气冷可能会影响到 农作物的收成 所以这个做肥料相关的 像是冬简然后食品概念股的大成 其实这些投资朋友就可以去做注意 特别是大家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在通膨的时代 如果说你不去做投资的话 其实你的钱很有可能会被吃掉 所以越是通膨 我认为投资朋友 你应该越要做投资 才能保守你的资金 所以通膨也许会让你的钱 变得比较小一些 但是呢投资有风险 但不投资会反而也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继续追踪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